現在來示範一下我們新開發的這個Chrome to Android的這個功能 那其實操作十分的簡單 在開始之前我要就是先去setup一次 setup一次的話我就是把這個Chrome to Phone的這個App 先下載到Android手機上 那下載到手機上了以後呢 我就註冊用我的Google account 譬如說我是預款的Google 那我就按一下這個Register Device就可以了 那目前我是已經Register過了 那我就不用再按了 那如果是新的User就按一次就OK OK好那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現在到Browser這邊 Browser這邊呢是同樣的 Browser上面有一個這個Chrome to Android的這個Extension 那可以看到上面寫的是Google Chrome to Phone Extension 那同樣的在網上下載這個免費的Extension以後 就可以直接裝到Chrome的Browser上面 那如果是說如果有一些setting要改變的話 那就到我們的Extension Manager裡 然後就可以打開Extension Manager 就有一些option自己可以去就是configure 那這些都做完了以後 這些其實只要做一次以後就不用再做了 那接下來操作的方式就非常的簡單 比如說是我今天要找從我的旅館到另外一個旅館好了 那我在網頁上找到了以後呢 我只要去很簡單的去按一下這個Chrome to Phone的這個按鈕 然後它就說sending link to phone 然後過一會它就說發完了 發完了同樣的我就再回到手機上面來 然後幾秒鐘以後這個就會被發到手機上來 那是由手機的Browser去開這個URL的 所以Browser我們可以判斷是說這個是什麼樣的URL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是因為是地圖的 那我們可以直接叫開就是Google 就是一個我們Google Maps的這個應用 那Maps的應用呢它就比較有更多的feature 比如說可以直接展現出來這個架車路線 然後因為都實實Low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TilesLow 然後做各式各樣的操作啊 比如說我要Zoomin啊這些之類的